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下午一期的女生 我是建筑师Ray 我是高老师的徒弟 我是受医师助理查查 我是高老师的学生 我是精神生西西 我也是高老师的学生 西西听说你最近回来下棋了 对呀 之前我找同学下了一盘 但是输得很惨 因为很久没有下了 那盘我记得我看了 我记得你被欺负好惨 对呀 就有一个局部 有一手忘了怎么应对了 我把那个起步找出来 你们看一下 诶诶 这就不是高老师前两天发的视频 小鬼板门吗 对呀 就是当时没有想起来 我们今天再一起来复习一遍吧 当我们小飞挂脚的时候 黑棋最常见的应对就是小飞手脚 那这手其他不仅对于欣慰棋子有做加强 同时也对边上产生影响力 但相信很多小伙伴在实战对局当中都有碰到 黑棋二路飞下了这一手 那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小灰把门了 黑棋二路飞下 白棋最简单的应对就是自己往回飞一个 白棋这样子下可以避免非常复杂的变化 对白棋来说是可以下的 那再来我们分析一下黑棋二路的这一手 相信有一定棋力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一手大部分时候都不是一个好棋 原因也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挂脚的棋子是在三路 黑棋的应对则是在二路 那二路跟三路来对比的话 不绝手一定是二路棋子会比较没有效率 再来我们需要跟另外的定式做对比 摆在左下角左右两边来比较一下看 首先来看白棋 白棋三手棋变成右边两手棋 空肯定是有变少的 但是因为毕竟是少了一个棋子 所以也是非常合理的 那来看黑棋的话 黑棋三手棋变成两手棋区别就很大了 左边这个黑棋可以看作是对于脚上和边上都有影响力 因为黑棋这边有个小飞的棋子 那右边的两手棋呢 二路小鬼把门的这一手 看起来是在脚上有围到更多的空 但是因为少了边上的这一手小飞 可以看作是黑棋对于边上基本上没有影响力了 那黑棋在开局的时候 在边上没有影响力 对黑棋来说肯定是会比较吃亏的 为什么还会有黑棋选择二路小鬼把门这下法呢 就是因为对白棋来说也不是这么好应对的 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自己往回飞的这个下法 更多的白棋第一感是选择直接挡下 那挡下的话就中计了 这时候黑棋贴起来 如果白棋不理 黑棋再搬过来 白棋的起形非常难受 白棋就不大能接受了 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可以看作白棋必须要长一个 继续要跟着硬的 那黑棋就往外跳 白棋再拆 这时候白棋会发现自己重大忌了 白棋的A跟黑棋必须做交换之后呢 白棋搅上以后就没有点33了 我们继续来跟左边定式做一个对比 左边这个T力跳 以后白棋是有可能点33分走黑棋一部分的角地的 但是右边这个变化了 因为黑棋跟白棋在二路提前有交换到 让白棋对黑棋的角度已经没有任何幻想 白棋不可能再有机会分走一部分空了 虽然说白棋在二路这一手啊 是有对自己的棋形做加强的 但是它毕竟是少了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嘛 那白棋就比较不满意 这也是黑棋最期待白棋走出来的下法 再来是白棋挡下之后 黑棋除了这个贴起来 还有一个更加残忍的下法 就是黑棋直接夹过来 黑棋的这三手 先说二路小鬼把门 这一手先是不让白棋进到脚上的空 再来等白棋挡下之后呢 又从边上夹过来 这样又不让白棋有一个舒服开拆的位置 那就白棋就非常难受了 这时候白棋的第一个很有可能是这个冲 冲的话就又中计了 黑棋挡 白棋叫吃 黑棋反叫吃 白棋提掉 然后黑棋就虎 把自己的棋形走好 这样看起来白棋是吃了一个子 但是白棋其实并没有活 以后被黑棋煎过来的话 白棋整块棋都没有活 可以看作是白棋走了一个不活的棋形 那如果白棋自己去拆一个活呢 那这样白棋先不说 这边是提了一个子 还要拆一 那然后黑棋挡下之后 这永远都是黑棋棋头在前啊 永远走在白棋的前面 并且黑棋在另外一侧可以围出更有潜力的空间 那这样白棋就是离头子就不远了 越走越疏越走越疏 如果白棋不是自己去拆一个活 是选择往外跳呢 其实白棋也不好 白棋跳的话 黑棋就跟着跳 如果白棋觉得自己这样子处理好了 白棋走别的 那以后黑棋在另外一边跳起来的话 那白棋是不是又要往外跳 白棋一路跳 黑棋就也一路跳 白棋的每一个跳都只是单关 但是黑棋的跳呢 每一手都在下面有围到空 这样白棋肯定是要输给黑棋的 所以这样白棋也是不好的 那追棋原因就是因为黑棋的这一手夹过来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在我学三菱性也好 四菱性也好 我们有一个宗旨啊 就是不让对方有一个开拆的空间 我们还是要跟左边来摆一个做对比 还是摆着梯里跳 那左边这个白棋 首先我们刚刚有讲了 以后是有可能点进三三分走黑棋一部分的脚地的 并且白棋上面自己的三手棋 它也是有一个开拆空间嘛 自己是非常安定的棋型 但是右边这个白棋呢 它既不能走到脚里 抢不到脚上的空了 同时它自己又没有糊 它也没有一个非常舒服开拆的空间 这样左右两边对比起来看 就很容易发现 右边这个白棋是吃大亏了 那如果左边这个棋型 黑棋不往外跳 黑棋直接夹过来 这样子相信很多小伙伴也是在实战当中 有遇到过这样对方的下法的 但是这个白棋完全不怕 这白棋有个非常厉害的下一手 就是直接靠下来 那这个靠呢 在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不做详细讲解 我们只能知道 如果黑棋没有按照定式下完 白棋是有这个非常厉害的 惩罚黑棋的手段的 但是右边的这个小鬼把门啊 就是因为黑棋一开始是下在二路 骗白棋挡在二路 再夹过来之后 白棋就已经没有办法靠了 靠的话 黑棋长 那白棋就被穿向眼了 这白棋自己裂开了 这可能就是黑棋的终极意图 这样子 白棋就非常非常非常不好了 这个可能就是黑棋的内心小剧场 黑棋最期望白棋这么下 白棋这一些都能看透的话 白棋在应对过程当中 就可以避免掉非常多的陷阱 那白棋的正确应对是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黑棋这个小飞的问题 黑棋飞嘴白棋的压力就比T要小了很多 如果黑棋贴白棋不理的话 那被黑棋护过来 这颗白棋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如果黑棋飞白棋不理的话 黑棋可能也只有爬在二路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黑棋开局在二路爬了两颗子 而白棋下在三路 它还有三口气 说明白棋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 那这个也是黑棋不愿意看到的 既然白棋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了 那白棋就可以找一找黑棋的问题 黑棋的问题就是这个反加 这样我们可以很好的限制黑棋往左边这条边的发展 如果黑棋再不理的话 被白棋盖过来 白棋这手棋起到了联络自己包围对手的作用 黑棋被围围围围的装在了角落里 黑棋肯定是不满意的 所以黑棋会想出头 假如黑棋肩出头的话 那白棋就点三三 黑棋从上面挡住 那白棋就从下面爬回来 我们发现黑棋这颗子呢 处于一个非常干扎的位置上 它要下的话也应该往下面一个 所以这个图黑棋是不满意的 如果黑棋从左边挡呢 那白棋就到火 从上面回家和从下面回家成为剑合 如果黑棋从上面挡住 那白棋就到火 黑棋搬白棋断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二二只颗子刚刚好地保护得住了这个断点 所以这让白棋是满意的 如果黑棋从左边挡呢 那白棋冲黑棋冲白棋断 这个时候二二只颗子又发挥了它的作用 由此可见 黑棋的肩出头是不成立的 那黑棋想试一试靠呢 如果靠白棋斑 黑棋长 白棋拖 这个时候如果黑棋选择斑 那白棋就接住 黑棋也只能选择接住 这时候我们发现 白棋三路这颗子和黑棋二路这颗子的交换 白棋还是很赚的 而且现在还是轮到白棋下 那白棋就去拆一个边 将来的某一天呢 如果被白棋下到了这个立 黑棋这段点就会变得十分的危险 外面这三颗黑子就处于不知道去哪的状态 而脚步的黑子也有可能出现一些死活问题 所以这样黑棋是不满意的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坑 就是这个挖 白棋打 黑棋沾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它不能像是靠压定式那样去双虎 我们在旁边摆一个靠压定式 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不同 黑棋长 白棋拖 黑棋挖 白棋打 黑棋站 这个时候白棋为什么要双虎呢 因为黑棋从下面打 是不成立的 这样这两颗白子是可以逃掉的 而我们看一看右面这个棋形 因为有二鹿这颗黑子 这使得黑棋从下面打吃白子 是成立的 那白棋这两颗子它就逃不掉了 所以在右面这个棋形中 白棋是不能下双虎的 那白棋正确的应对方法到底是下哪呢 其实白棋应该在脚上倒虎一个 这样黑棋打吃白棋接 黑棋再打吃 白棋再接 黑棋长 虽然说这一颗白棋暂时的被黑棋所割下来 但是我们也不用着急 因为白棋有很厉害的一手 就是从这里打吃 这个时候黑棋是接还是不接呢 就有点头疼了 首先如果它不接的话 那白棋一冲下来 一断 这颗黑棋就被白棋给断开了 这样的话白棋上下都连通了 白棋是非常的舒服的 如果黑棋是说选择接的话 那二路的这颗黑棋和三路白棋的交换 之前也有讲到过 黑棋是很吃亏的 这个时候呢 黑棋明明可以在这个地方紧住白棋一口气 这样的话下一手还能吃掉这颗白棋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就发护不了任何的作用 这时候白棋呢 就可以简单的拆一个边就好了 黑白双方下到这里呢 我们会发现白棋既得到了角又得到了边 而黑棋只是一个外式 而且这个外式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厚 为什么呢 如果啊 这时候黑棋想要从上面进攻这一块白棋 那白棋可以简单的往外跳一个 虽然说这手棋帮黑棋围到了边上的空 但是呢 同时也帮这一块白棋做了加强 如果这一块白棋得到了加强的话 相对来说下面这一块黑棋就变弱了 假如黑白双方在这边交换几手的话 这时候这一颗白棋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 它可以在这里压一个 然后黑棋搬白棋跳出来 这个地方注意一定不要跳错地方了 如果跳错地方的话 下一手就被黑棋关门吃了 所以白棋往右边跳 这时候黑棋如果冲断的话 就会发现 这个时候对于白棋来说是中子有力的 所以呢 黑棋不能冲 那黑棋就会 必须会来把这个断点补好 因为这个断点是不能被白棋断倒的 那它自己补一手 那白棋也补一下 不知不觉中 我们就会发现 右边这块黑棋 就陷入了白棋的包围圈了 同时呢 左边的这块黑棋 它还需要一手 拆边才能够安定 如果黑棋走别的地方 被白棋拆过来的话 那这一块黑棋 同样也是左右都是白棋 那这块黑棋是很难受的 那如果这时候回来 黑棋在这里补一手好不好呢 这样的话 黑棋的效率其实是很低的 而且这样黑棋还落了一个后手 我们知道最开始是黑棋站脚 那白棋来挂脚 那一般情况下呢 肯定是黑棋会拿一个先手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现在这个情况呢 黑棋只得到了一个外势 然后 它补了这手 棋落了一个后手 反观白棋啊 白棋既得到了脚 又得到了边 而且还拿到了一个先手 那白棋肯定是非常满意的 那黑棋肯定就不愿意了 所以呢 这一手补是 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不行的 所以呢 只要白棋掌握了正确的应对方法 就不用怕黑棋的这个小鬼把门了 也不用怕以后的什么陷阱了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小鬼把门的一系列变化 大家学会了吗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就是我在学围棋的过程当中发现它跟画画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举例来说 画画大概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是构图 然后是整体画面描绘 最后是细节刻画 那构图当然就是围棋里面的布局了 通常来讲我们会把物体在画面当中大概为止先确定下来 这样是第一步 然后整体描绘呢 说的就是整张画我都是会画到一些 但是我不完全把它画到结束 不完全画到非常深入的细节 重点是整个画面都在一个统一的节奏里 那这就有点像围棋里面的局部定型啊 每个局部我都会想下一下 然后下的差不多了 拖先去下另外一个局部 而不是在一个局部就直接下到关子 那最后细节的描绘 肯定就是收关了嘛 这个非常好理解 整张画都画了差不多的时候 我需要对画面进行一个整体的提升啊 一些整个画面的收束啊 听起来就非常像关子了是不是 让整个画面变精致一下 随着我对这个围棋理解的越多 我会发现它跟我自己的领域有更多的结合 我觉得就学围棋好像也不单单是在学围棋 这种感觉还蛮神奇的 而且我刚刚讲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还有很多很多 喜欢我们作品的小伙伴 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按赞分享 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